2023年10月9日下午6点钟,草根歌手刀狼更新了动态,是《金刚经》第一、二品,而这段简单的视频却成为了压死那鹰四人组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01,在《金刚经》出现之前,关于那鹰等人当年打压刀狼仪式,并非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做错了。 理由很简单,每个人都有评论他人作品的权利,或许他们的言论有时偏颇,甚至有些上纲上线,但算不上天大的罪过。 可《金刚经》的时候,关于刀狼、关于那鹰等人之间的言论,外界就有了新的解读。 02,刀狼方面,他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 这里的清流不只体现在音乐创作上,还有为人处事。 别的歌手发专辑,是拼了命的博人眼球,收割韭菜。 刀狼却选择免费让粉丝拼,还为此特意注册了短视频账号。 别的歌手选素材,是哪里热往哪里去,顺应时代发展。 刀狼却偏偏选择了小曲小调,以及几乎没有人接触的佛教经典。 要知道,为金刚经扑取不容易。 一来是工作量巨大,需要扑取十二手,耗时耗力。 二来是因为佛教经典,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。 第三,即便是佛教受众,也未必接受刀狼改编的版本。 第三,即便前方困难重重,刀狼依然选择了重新扑取。 视频中他首次使用了真名罗林,还罕见的以光头造型世人。 作品发出后,有网友感慨,我们低估了刀狼。 他的罗刹还是绝对不是报复那英四人组,而是揭露以丑为美,被白颠倒的社会乱象。 一个不把名利放在心上,只想通过自身行动弘扬民族文化,宣传正能量的艺人,格局是不会小的。 零四,有了这样的前提,我们再去看看那英等人当年说了什么。 那英表示刀狼的作品没有审美观点,不配获得年度十大影响力歌手荣誉。 杨坤表示刀狼的音乐没有品质,让华语乐坛倒退15年。 黄峰认为刀狼现象是华语音乐的悲哀表现。 高晓松坦言刀狼唱不出好听的歌曲,他只是有个好嗓子,就是这样一个不被主流音乐人承认的草根歌手,却耗费20年为金刚经服取,如是如非显而易见。 055,金刚经的受众可以是每一个地球上的人,包括中国人,也包括外国人,包括城里人,也包括农村人。 在那英、杨坤等人忙着参加综艺节目捞金时,刀狼把所有心思放在了音乐上,他不仅专注于民间的小曲小调,还拿出心思为佛教经典谱写新曲,境界至高,无人能敌,闻人相亲,自古就有,无非是虚荣心作祟,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,黑白不分,乐意打压别人,早晚会有翻车的一天。 所以,如果说罗刹海誓,让世人看到了刀狼与那英四人组格局上的差别,那么金刚经则是压死马虎幼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文章讨论了近期发生的刀狼事件,其中思琴格日乐对刀狼的评论引发了争议,他指责刀狼使用欺诈手段获取关注和利益,强调了在音乐界成功需要懂得营销的观点,然后文章探讨了刀狼的音乐道路, 他通过非传统的途径转路头角,与那些受到传统培训的音乐人形成了对比。 文章认为刀狼的歌曲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,引起了人们的共鸣,同时也揭示了音乐界中的不公平现象。 对事件的分析,这一事件涉及了多个层面的讨论,涵盖了音乐、营销社会观念和权利等多个方面。 首先,资金格日乐的评论引发了争议,他认为刀狼通过欺诈手段走红,这一言论在一些人看来是对刀狼的不公平批评。 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种争议也揭示了音乐行业中的激烈竞争和争议不断,艺人之间的评价常常具有主观性和情感因素。 刀狼的音乐道路也是这个事件的关键点之一,他没有像一些大家子弟那样接受传统的音乐培训,而是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,通过酒吧驻场、采风等方式逐渐积累了自己的音乐经验。 这种个人努力和坚持,与那些受传统培训的音乐人形成了鲜明对比,刀狼的成功也让人们思考,音乐是否只能依赖传统途径才能被认可,或者是否还有其他非常规的机会。 此外,刀狼的歌曲《罗刹海誓》引发了社会对一些现象的反思,歌曲中表现出的颠倒黑白的现象,对社会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批判,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鸣,这也反映了音乐的力量。 它可以成为表达社会声音和思考的媒介,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关切。 最后,事件涉及到权力和地位的问题,思青格日乐在评论中强调了权力和地位的影响,他认为只有那些站在高位的人才有权力批评他,这引发了对权力和地位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讨论。 刀狼作为一个相对较低地位的音乐人,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关注,这也让人们思考了社会中的机会,公平性和人们对成功的定义。 总体来说,刀狼事件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之间的争议,更是触发了对音乐、社会和权力等多个方面的深刻思考和讨论。 个人看法,在这个刀狼事件中,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和观点,我认为值得从多个角度来思考。 首先,关于思琴格日乐对刀狼的评论,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,但也需要注意言辞和观点的合理性。 思琴格日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但这一观点是否成立,需要根据事实和证据来评判。 音乐是一门主观艺术,不同人对音乐的理解和喜好会有所不同,因此评判一个艺人的成功是否仅仅依赖于营销手段并不容易。 刀狼的音乐之所以受欢迎,可能与它的创新和观众的共鸣有关。 其次,刀狼的音乐道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,它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,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独特的方式斩露头角。 这也提醒我们,音乐不应该被传统框架所限制,创新和歌性化在音乐创作中也有极价值。 传统培训和资源支持固然重要,但并不是唯一的成功途径。 此外,刀狼的歌曲《罗刹海》是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。 音乐作为一种表达方式,可以唤起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关切。 歌曲中所表达的对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批判,引发了听众的共鸣。 这也反映了音乐在传递社会价值、观念和思考方面的重要性。 最后,关于权力和地位的问题,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发言权。 权力和地位,不应该成为衡量观点和意见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。 音乐是多元的,有不同流派和风格,每位音乐人都应该有机会在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创作音乐。 虽然有些人可能因为地位高而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, 但这并不应该限制其他人追求音乐的梦想和表达自己的声音。 刀狼的成功故事证明,坚持和努力可以超越地位和传统界限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总的来说,刀狼事件引发了音乐、社会和权力等多个层面的讨论和思考。 我们应该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和多样化的音乐创作, 同时也需要更客观地评价艺人的成功,并理解音乐的力量可以唤起社会的共鸣和反思。 最重要的是,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, 不受地位和传统观念的限制,这样音乐界才能更加多元和繁荣。 在音乐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偏好, 对于年度音乐人桂冠的归属,虽然有争议,但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够胜出。 因此,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品位和选择, 享受多样化的音乐风格,共同推动华语音乐的发展。 结语,刀狼再度失落,年度音乐人桂冠被王峰摘走,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,网友对于谁更值得这一荣誉的看法不一。 音乐之争仍在继续,无论如何,希望两位音乐人能继续保持创作激情, 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。 音乐之争仍在继续,无论如何,希望两位音乐人能够合作的音乐作品。